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林 今天呢我要来说 在玩安清班发射了两件奇怪的事情啊 那非要不是说 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杀人哥是在我五年级的时候 转过来这件安清班的 总之呢这个事件是发生在一个很普通的礼拜晚 那天呢我还是一样 跟我的安清班同学一起去教室 然后呢就看到里面有一个完全没见过的人 那那个末世的是谁呢 没错那就是杀人哥 那我原本也觉得这也挺正常的啊 毕竟有的时候这里也会有新同学在这里啊 多多帮我们多多帮我们 但好死不死 我们安清班的某某老师 他把我的位置安排在杀人哥的旁边坐 啊那个阿雷啊 我把你的位置安排去杀人哥的旁边 还记得好好跟他这样走啊 啊啊老师这不必了 我坐这后面就可以了 啊啊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啊啊没事啊啊 你你看他是新同学啊 你们两个可以好好相处 没事啊没事啊坐啊坐啊 呃呃我老师真的不用 我真的不用我真的不用我真的不用 就你做最后面就做 干 好 于是我就被老师逼着 于是我就被老师要求去坐我杀人哥的旁边 马德真的有不思想 为什么我要跟一个不是世人座啊 咳 诶 呃 怎么了 我想跟你讲一件事情 好 是什么 就是我警告你 如果你下次还来坐我旁边的话 我就 全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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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你没听错了 上哥在教室里对我说出这种超国益的言论 那后续呢 由于上哥很常在教室里面导乱 导致啊 他做了 被安心班 退了 嘿嘿嘿嘿嘿